警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之局 針對各地區發布圖石流潛世西紅色 與黃色警戒 根據下午最新五點的資料 中部地區紅色警戒區的有 臺中市和平區的天倫里 博愛里 南施里 自由里 南投縣新一鄉神木村 同富村 羅那村 以及東埔村望美村 而在仁愛鄉 則有萬豐村 法治村 金英村 以及發祥村 新生村 護柱村 南豐村 親愛村 而嘉義阿里山鄉 則有豐山村 萊吉村 樂野村 達邦村 里家村 山美村 以及茶山村 新美村 十字村 另外在南部地區高雄桃園區 則有建山里 梅山里 復興里 桃園里 秦河里 拉夫蘭里 高中里 茂林區有萬山里 而在南馬下去則有南下路里 打卡諾瓦里 麻雅里 而在屏東地區馬家鄉 則有北夜村 馬家村 太武鄉的萬安村 嘉平村 平和村 萊一鄉的逸林村 萊一村 古樓村 以及文樂村 旺家村 霧台鄉的霧台村 阿里村 三地門鄉的青山村 安坡村 口舍村 達萊村 而土石六黃色警戒區 在中部地區有台中市的 和平區 梨山里 達官里 平等里 另外在南投縣 新一鄉 有自強村 明德村 仁和村 及風秋村 雙龍村 台南村 地利村 仁愛鄉則有春陽村 另外南部地區在高雄市茂林區 則有多那里 茂林里 另外在屏東馬家鄉 有梁山村 嘉義村 泰伍鄉則有泰伍村 萊一鄉則有丹陵村 三地門鄉則在青葉村 春日鄉則有莉里村 龜崇村 古華村 目前西南部地區 與市仍然沒有減緩 民眾要避免行進到危險地區 保障自己的安全 接著怎麼整辦 陳電視整理報導